天父上帝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 因为你是一切荣耀的源头 我们感谢赞美主 透过你的救赎计划来彰显你的荣耀 你的救赎计划里面 乃是差遣你独生爱子耶稣来到我们中间 为我们的罪带死 他为我们所流的血 父上帝你接纳 让我们这些相信耶稣为救主 为生命主的人 我们罪因此可以得到完全的赦免 因此我们也得到你给我们权柄 成为你的儿女 呼叫你为我们的阿爸天父 圣灵甚至于我们的心同正 我们实实在在是你的儿女 如今我们站在儿你的地位 来称圣来敬拜 来向你祷告 我们也愿你的圣灵 就在这个时刻引导我们的思想 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 使我们真知道你 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我们心中眼睛被你的圣灵打开的时候 我们看见我们现今的处境 我们看见启示录这个导航 我们在哪一个阶段 我们要等候耶稣基督从天降临 师父我们以下一起的学习 在你面前献上感谢 祷告是靠救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生命 阿们 阿们 好那今天也同样的分两个大段 第一个大段呢 就是很快的分享一下启示录 一到十二章的一些的思路 帮助可能今天上来的弟兄姐妹 可以有一点的了解 我就会继续讲有关 这个耶稣为上帝 羔羊的这个救恩历史 我们懂得这个救恩历史 是我们祭拜撒旦 这个秘籍 那启示录是一个导航 一共有二十二本 第一本呢 第一章有二十二章 第一章呢 告诉我们教会 耶稣在哪里 耶稣站在教会中间 耶稣为什么站在教会中间呢 他要做什么呢 他要洁净教会 所以第一章看到耶稣 站在七个金灯台中间 也是教会中间 第二第三章 接着圣灵来洁净 所有的这个教会 为什么要洁净教会呢 因为要教会经历这个 敬拜经历这个祷告 那经历敬拜祷告 第五章给我们看到 就是死无前例的 这个大复兴 世界各地的大复兴 那耶稣要先复兴他的教会 为什么呢 因为要准备接下来 一共有三轮的这个审判 从第六章开始 所以有揭开这个印的时候 有七个印 然后接着七个天使吹号 然后接着七个天使把这个七个碗 降下这些的审判下来 那审判谁呢 审判撒旦 审判撒旦在地上的控制力 同时也接着这些的审判 让不幸者有机会来归向主 那之后呢 我们看到耶稣十九章 要准备从天降临 他要在地上以他的教会 我们看十九章的时候 讲到羔羊的言戏 这个言戏呢 耶稣要来地上做完一千年 所以做完一千年之后呢 就有一个白色的大宝座的审判 审判撒旦丢到火壶里面进去 而审判那些坚持不信的人 丢到火壶里面进去 然后审判基督徒呢 我们会领受耶稣给我们的赏赐 然后就进入荣耀的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冷 那这是整本启示录的一个导航 那导航很重要 我们知道导航一定有一个起点 那导航的起点在哪里呢 其实导航的起点就是 启示录第一章 应验了没有 这启示录里面的 这些的预言 依然看到这些预言 应验了没有呢 启示录第一章 已经在2019年已经应验了 所以我们正朝向 第二第三章 正在应验的第二第三章呢 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各地 在去年经历这个世界性的疫情 耶稣要借助圣灵来 捷径所有的教会 他要所有的教目 与他同工 所以我们作为每一个牧者呢 我们一定要跟耶稣一起同心 因为耶稣是我们末期 教会的军队的元帅 他要带领他的教会 所以我们常常要问 耶稣为我们做什么 现在是耶稣要借助圣灵的捷径教会 目的乃是要使教会经历 这个更多的敬拜 更多的祷告 所以你就知道 如果你喜欢敬拜 喜欢祷告的时候 你正在准备 这个进入这个 史无前例的一个大复兴 这个大复兴 不单在美国 在欧洲 在亚洲 在非洲各地 我深信是世界性的 如果你读启示录第五章的话 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大复兴来的 复兴准备 教会带领 教会进入末期的属灵的大战战 所以你会看到 第六章开始 到这个 揭开这些 印的时候呢 有许多的灾难 十分之一的人口 会在这段期间死亡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还没有印验 之后呢 这些的审判 这些的灾难呢 之后我们看到有收割 所以你会看到 这第一轮的敬拜审判收割呢 我们看到收割 有十四万四千的以色列人归族 就是一个支派的以色列人归族 无法数过来的外邦人归族 第二轮的这个敬拜审判跟收割呢 是第八到第十四章 那我们再看下去 每一次的审判前呢 都有一个祷告敬拜的 你会看到基督徒扳领着 这个祷告的重要性 接下来呢 第一到第六个天使缺号的时候 这段期间呢 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要灭亡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都是还没有应验的 然后第十章来到第十章 为什么第十章这么重要呢 这一章呢 是当时约翰他领受这个赤下书卷 就把上帝的道赤进去里面 他继续传道 所以我们后来有提到约翰上帝怜悯 他有机会离开巴摩岛继续传道 就应验在约翰的身上 但是默契教会还没有应验 默契教会有一段时间 会经历在这个第二轮的审判的过程中间 教会会经历 好像把这个书卷赤下去一样的那种经历 以至第十一章的时候 你会看到 上帝会在世界各地星际 许许多多有能力的 这一些见证来传想悔改的信息 那个时候宣告地上的过程 我主而主基督的过 这些都还没有应验的 然后来到第十二章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十二章里面 这个基本上十二章一到十六节 是一个应验了的历史来的 他回顾约翰领受这个异象的时候 他看到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情 然后我们更多一些了解 在其他书信和福音书里面没有提到的 我们更多的了解 耶稣怎么样祭拜这个撒旦 撒旦拜在耶稣的手中 那我们在看的时候呢 有一节经文 在第十二章的第十一节 这一节呢就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震撼 这里说弟兄 你看这个黑字 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 而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虽之以死也不爱惜生命 所以你看这里的时候呢 这一节经文里面 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 原来我们可以胜过撒旦 弟兄胜过撒旦是什么呢 因羔羊的血 这个羔羊的血呢 这里没有说耶稣 当然也是耶稣的血 因羔羊的血呢 就是我们就回到 不单在福音书里面 耶稣来的时候 而更是回到创世纪那里去 这些客观的真理 我们要整体性的了解 甚至后来我们发现在 第十三章八节提到 在创立世界以前 都已经提到 这个被杀的羔羊的生命册 所以给我们很大的震撼 就是原来在整个旧的历史里面 上帝已经要在历史的过程中间 透过这个羔的血来施行这个拯救 最后我们知道这个羔的血 所指的是他自己的儿子 主耶稣 所以当我们因羔羊的血 然后这里说自己所见证的道 所以见证什么道呢 羔羊的血的旧恩历史的道 所以我们就是真正相信 我们是主观的经历 亲身经历跟消化这些的真理 我们很扎实的消化下去的时候 我们就会虽至已死 也不爱惜生命 我们为这个道 这个旧恩历史的道 这个羔羊的血的道 因为这个是一个我们清楚知道 我们的信仰是这么真实的 所以甚至我们可以到一个地步呢 我们甚至要被威胁 以至于死我们却不爱惜生命 所以这个是一辈我们进入 启示录第十三章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受已经正式出现的时候 受就是要接受人的这些敬拜的时候 不敬拜的人会被杀的那种的命运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杂实的 一个信仰的真理的基础 而去亲身经历 那我们要有亲身经历的话 我们必须要先了解 要明白这些的真理 所以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 遗憾领受这些意象 或者这些意愿的时候 我们看见有三十一次出现这个 这个羔羊的字 三十是指向耶稣基督的 一次指向寿 这个寿是假的冒充的 信业就出现四十次 但是有三十一次就在这个启示录里面 所以你会看到将来这个宝座 他都说羔羊的宝座 所以你看到没有 所以我们感谢主 我们就有这些真理的 很杂实的认识的时候 特别我们再看下去 启示录第十三章 第八节的时候呢 特别说住在地上 明知从创世以来 没有被记在 被杀之干 生命车上的人都要拜他 所以所指的就是这一个 不信者会拜这个寿 那信者是不会拜的 就不可能去拜他的 因为我们已经被高阳拯救了 所以当我们清楚知道 这个高阳的这个 救援历史的真理的时候 我们就很感恩的 所以其实你对整个救恩历史 或者对你所领受的救恩 很杂实的认识的时候 你的内心深处一直不断 那个发出那个赞美的 对救恩领受那个赞美的 这是使徒保罗 他围着以赴所教会 这些外邦 以前拜偶像的这些 信主了的救徒呢 他围他们 听见他们信仿主耶稣 亲爱就是爱众圣徒的时候 就为为什么呢 他们的救恩 常常的不足感谢上帝 他不足感谢 然后他不足的祷告 为他们祷告 所以救恩产生不足祷告 你清楚明白这个救恩的 这些的很杂实真理的时候 从你的内心深处就会发出 从你的这个生命会发出那种 不足的感恩 为助你领受这个救恩来感恩 所以我们感谢主啊 我们有机会 在我教导启示录过程中间 给大家回顾这个救恩历史 这个羔羊的救恩历史里面呢 那我在过去诗堂里面已经讲了 你可以去check我的 廖宏图启示录 这个YouTube里面 92到94 这些都是我在前四次已经讲了 第一 92记那里讲到 上帝为亚当 下娃 这个穿上皮衣 很大可能这个皮呢 是羊的皮来的 然后之后我们看到 这个亚伯平信息 献上羊羔羊 就上帝欢喜间 所以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 这是上帝拯救的方法 然后接下去 我们第二 93集讲的时候呢 特别强调那个 亚伯平信息 献上他领受的应许之子 所爱的 如生的献给上 他要在 他要杀这个以杀的时候呢 上帝就为他预备一只羊羔 然后94集的时候 我讲 特别我强调 多花时间 在那个1月节 在这一段 里面 然后看这个1月节 怎么样 把以色列从埃及里 在维奴之地拯救出来 然后我也提到 一年一度的熟醉的 也包括今天 现在羊羔的 后来我在上一次 95集的时候 我就花一堂的时间来讲解 天天献上羊羔的 这个属灵的 这个十样的学习 这样教导 所以这些详情 你会去我的启示录 这个 廖宏图启示录的 YouTube里面查 你可以 根据这个知识去 听下去 那我们来到这里呢 我们上次有讲到 以色列人在 摩西的带领之下 来到这个 叶旦河东 在这个叶旦河东 准备 进入这个应许之地 这个迦南地 所以我们知道 你读这个 耶稣亚记的时候 你第一章 你就会看到 上帝 现在猜浅耶稣亚 去带领色列人 进入应许之地 然后第二章呢 你们看到 上帝猜浅 透过耶稣亚要猜浅 两个人 再去归探 这个迦南地 他们去归探 这个迦南地之后呢 接下去呢 上帝就吩咐 设了凭信心 过耶诞河 接下去呢 第四章里面讲到 他们过了耶诞河后呢 他们就用这十二块石头 那十二块石头 作为纪念这一次 耶诞河的这个神迹 然后第五章的时候 提到这个以色列人 要接受这个隔离 然后遵守这个意愿节 那对这个耶稣亚的 整个带领 整个的生命的影响呢 那其实就是 这个耶稣亚记 第一章第八节 这是耶和华上帝 在第一章的前半端 的时候提到 他说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而总要奏业思想 好使你 谨守这书上 所写的一切话 如此你的道路 就可以亨通 凡事顺利 所以我们都知道 这个祭司 大祭司 他们有一本的律法书 然后这个 以色列的领袖 他不是祭司 他是领导人 政治人物 他也要有这个律法书 所以你会看到 生命纪应该是第十七章 或者十八章里面提到 做王的 做政治领导人的 要为自己超入一本的 这一个律法书 所以当时 这个耶稣亚 他成为新一代的领袖 他一定要超入一本 是他自己的 而且是要常常去朗诵 去思想 所以上帝的道 在他们的宗教生活里面 上帝的道 在他们的这个政治生活里面 是同样要产生果效的 所以这个律法书 成为了这个 耶稣亚的 这一个 或者是以色列人的 进入迦南地的一个导航 他们必须要遵照 律法书里面 所要求他们做的事情 所以很重要 这个律法书 那当我们来到 这个耶旦河东 他们过了耶旦河之后 在冀甲那里安营的时候 那我们就 简单回顾 这个前面第一章 到第五章的情况的时候 那以色列人在 这段时期 我们就要问 他们的属灵状态怎么样 那首先 他们有领导人 有这个经验丰富的领导人 这个耶稣亚 是摩西的助手 在这个 整个 这个旷野 40年的 丰富的 这些的 跟随的经历 他是一个 以摩西很同心的 一个帮助者 现在成为领袖了 他经验非常非常的丰富 然后第二呢 你读第一章的时候 你会看到以色列人 新一代的以色列人 跟他很同心 他们听他的话 遵守他 怎么样听摩西 他也要听 这个 耶稣亚 然后第三呢 我们看 这个迦南地的人 他派两个 进去的时候呢 去归探 那除了这个 基尼拉河 他们 他有信心 全家人都 都免弃 这个被杀的命运 但是其他 这个迦南地的人 他们心里消化 他们很怕 很怕以色列人 他们听到上帝 怎么样在 这个 旷野啊 或者在 怎么样把他们 带来 带出埃及 他们都知道 所以 如果你心里消化 害怕的话 你就不需要打仗了 你一定输了 然后再看 第三第四章的时候 你看到他们 我当时的 耶旦河东呢 这个水呢 是高涨的 虽然耶旦河 不是很大 不是很宽 那我自己在 五年前的时候 六年前的时候 去过以色列 我也去过 耶旦河东 那个 那个 那个耶旦河 不是很 不是很宽的 很 你 你下水 大概 你会游泳的话 大概游可能 15秒 10秒 15秒 就游到对岸里面 很快的 很小的 这个 很小的 但是在 耶稣啊 那个时代的时候 他们看到的 耶旦河是 水涨些 所以是比较 宽那个水 那他们都 凭信心 虽然当时 他没有 没有在等候 那个水下位 才过 但是他们 却凭信心 在涨的时候 过去 所以感谢主 那个河 就 祭司 勇敢踏下去 那个水的时候 就分开 就好像经历 红海一样 当然没有红海 这么壮观 他们过去了 然后他们 第四章 你看到他们 就 找出那些 石头来 作为 这个纪念 将来以后 他们孩子 看到这12粒的 石头的时候 他们就 发生什么事 他们就知道 他们 是 是凭信心 度过这个 约旦河的 然后呢 你会看 第五章的时候 就第一到 第九节 提到他们 接受 这些隔离 等一下我会讲 为什么他们需要 在这里 接受隔离 所以从这种 你看这个整个的这个 处境里面 你看有丰富经验的 耶稣 以色列非常同心 敌人都消化 现在这些都经历 在他们眼前的 这个 越旦河 这个过越旦河的 那个神迹 他们也遵守了 这个律法里面 要求 这个 上帝 要难的 要接受 这个隔离 所以我们从 单单从这样的 角度来看的时候 我们就说 哇 他们应该是 准备好了 可以进去了 他们已经 过了一段 已经踏进 这个迦南地的了 可以准备 进各一个 城市 各一个城市 来多取 这个迦南地的 那 我们从这个角度 来看的时候 应该 应该可以进去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却发现 没有 发生什么事 原来还在第五章的时候 第十节开始到十五节 短短六节经文里面 我们就看到 遵守一月节 你知道一月节是 他们的源头是来自 拆极极第十二章的 如果你要 要更详细 你可以听我的九十四堂 九十四集那边 我有详细讲这个 这个第十二章 出来几段的时候 回顾这个高阳的经文历史 遵守这个 这个一月节 所以你会看到 等一下我们看 那个时间表 你会看到 你说这个是巧吧 我们等一下会看下去 还不但是纪念 这个一月节 接下去呢 出现了那一位 真正是 以色列人的领导者 表面看来 是耶稣 是他们的头 但是真正的头呢 等一下我们会再看下来 所以我们简单的 看一下这个 第五章 第一到第九节 有提到这些 隔离的事情 那为什么他们要隔离呢 这里我们知道 因为出来的 众民都受过隔离 就从埃及出来的 这些 就是那个时代 以色列人 已经隔离了的 唯独 这里讲到 唯独出埃及以后 在旷野的路上 在旷野这四身体里面 所生的 就叫在旷野生的孩子呢 都没有受过隔离 那什么颜定 我们不晓得 但是总而言之 有这样的人 在旷野生的 没有这个隔离 那他们 隔离对他们来讲 是什么呢 如果你回去看 《创世底十七章》的时候 是上帝属于上帝选民的一个记号来的 所以这些未受隔离 在旷野出生 未受隔离的 他们必须先隔离 也是加入这个亚布兰的月里面 然后可以才能成绩这个迦南帝为业 所以你会看这个 《出埃及记》第十二章 是八节里面 这个有关守月节的事情提到什么呢 如果有外人聚聚在你们中间 愿向耶和华守月节 他所有的男子 勿要受隔离 你看到吗 这外人呢 他们要来守隔离的话 他们要守月节的话 他们一定要隔离 然后才容他们来牵手 也就像本地人一样 因为本地人已经有隔离了 在这个《出埃及》的时候 但未受隔离的 都不可吃这羊羔 所以很清楚 在这个让大家知道 所以他们一定要接受 这个隔离前 隔离之后才可以领受 这个一月节 所以我们看下来的时候呢 他们要领受这个一月节 那我在继续要讲 这个一月节的时候 我要给大家 我讲的时候 我要让你感受到 那个一月节发生的事情 那一月节我们都知道 要这个上帝要显出他的大能 透过羊羔的血 作为这个记号 所以在第十二章 《出埃及》的时候 提到这个血 我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 做记号 我一见这血 就越过你们去 我记上埃及地 投身的时候 要摘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 你们要记念这日 守为耶和华的节 作为你们世世代代 永远的这个定力 所以这个血 你可以想象 当时以色列人 从摩西领受 守一月节 要选一岁的 这个无瑕吃的公羊羔 来的时候 他们要宰杀 然后用这个血图 在他们门框跟门楣上 以至呢 当天晚上上帝要 祭杀埃及的 这些长子的时候 因为这个血 就不祭杀 这个以色列人 所以这个血 就是他们得救的记号 因为你 我们接下来看 所以第十二章 在解读下去的时候 提到这个 这个一月节的时候 他说 首个这个节理是什么呢 以后你们的儿女 问你们说 行这里是什么意思 所以要传给 我们的下一代 这个这个一月节 而这个属灵的意义 就是上帝要救 以色列 也救雅各全家 在埃及地 有大概两到三百万的 这个做奴隶的以色列人 他们传不要得救 他们不会被杀 所以你看到吗 这个 那我再提 这个整个的 那个当时的这个背景 我们都知道 当时 埃及帝国 是非常强大的 是最大的 政治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力量 那 以色列人被努力 在他这个埃及地里面 他们完全没有人权 没有办法 抵抗这个埃及 没有领袖 没有救助 他们 一代又过去 耶稣死了之后 新一代的法老王 兴起来之后 就忘记了 耶稣之前做的好事情 所以就开始逼迫 耶稣之后的那一代 一代又一代过去 一代到第二代 也继续逼迫他们 继续 这个奴隶他们 你要知道 这个 在埃及 在埃及为奴 是以色列人的 整个的历史里面 最黑暗的最黑暗的时期 没有再比这在埃及 480年这么黑暗 你自己我们都知道 以色列国的历史 后来他们出了埃及 然后到了迦南地 他们在迦南地很多自由 他们虽然有很多敌人 之后呢 他们建立立国 然后立国之后呢 后来被 北国被亚述吞灭 然后南国被巴比伦吞灭 然后接下去又有这个波斯朝 朝廷兴起来 然后又统治他们 又有这个希腊 然后有罗马 很多帝国一个一个兴起 一直被人统治 那个统治跟被奴隶 是完全不一样 统治 你还是有自由的 你还是可以在那个国家 还可以进进去 那被奴隶呢 是完全没有自由 是完全是领的 自由是领的 你只有听从 完完全听从 你的那个埃及 这些主人的话的 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历史 就算主后70年 以色列国灭掉 以色列国灭掉的时候呢 他们到处流浪 虽然到处流浪 他们还是有他们的自由的 那以色列国的 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 最黑暗最黑暗的时期是什么 就是这个 在埃及维奴 480年 我们世代 这个耶和华上帝 跟这个亚伯拉罕 在创世纪第15章的时候 他说你的 你的子孙要到 到了第四代 才回到这个迦南地来 所以我们看这个 你要知道当时 每一代 每一代兴起的 以色列人的时候呢 你要看到他们 他们人 越来越多 但是完全是被人控制的 那我们当然都知道了 背后控制的 不只是看得见的 埃及帝国这个势力 其实背后呢 是撒旦或者是魔鬼 或者是我们的 骨蛇或者红龙 这个就是 启示录第12章里面 形容的 撒旦 魔鬼 骨虫龙 就是以上帝完全敌对的 背后 他控制 埃及帝国的 就是这个不幸的 埃及的帝国的势力 是撒旦在他们控制 他要掳猎 耶和华上帝的百姓 所捲选的百姓 所以你可以想象 耶和华的百姓 在埃及 过了四代 四百八十的黑暗 完全没有办法 脱离 埃及人的 这个手 没有力量 然后现在呢 我们这里说 除非是全能上帝 给他们的力量 现在呢 这些以色列人听到 他们的领袖摩西 来告诉他 你知道我们怎么样 可以脱离 法老王的这个手吗 怎么样吗 羊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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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的血的记号就可以吗 感谢主 这些以色列人真的很听话 听摩西讲 羊的血 羊的血可以把我们 从这个埃及维奴 已经四百八十年 已经是impossible的情况之下 羊羔的血 把他们带出来 所以他们平信心 因为之前你看 摩西跟亚伦一直去找这个法老 这个在出埃及我们 有提到 但带过 一灾又一灾 很多灾难 一灾又一灾的 下来 到至于第九灾 是黑暗三天的 这个灾难 这个法老师父好像要放手 但是还不要放手 你看 法老的心刚硬到一个地步 他还是不敢放手 就算第十灾 杀害埃及的这些长子之后 他后来也后悔去追 所以你看到吗 他是很不甘愿 其实放以色列人离开的 但是以色列人听到 他们的领袖摩西说 用羊羔的血 可以成为他们 这个离开埃及的一个记号 你可以想象 这个羊的血 这么有能力 羊的血 那个羊的血 可以把他们在埃及 480年 世代的那种的 无法想去想象 可以脱离的 他们去看那个羊的血 羊的血真的有这么大的力量 真的有这么大的力量 真的感谢主 感谢主 所以我们在上一集 有提到这个 天天献羊高纪的 这个 这个属灵事件的学习 我们都知道 有一个律法 这个 这个祭司一天要 献两次羊高的血 那我想当这个祭司 亚伦的后裔 祭司他们领受 从摩西拿的 这个律法的之后呢 他们发现 他们天天要献羊高的时候 他们天天要宰杀这个羊 他宰杀的时候 要拿出他的血的时候 我想这些祭司 他们看这个血的时候 因为这个出埃及 才发生不久 他们来到西乃山的时候 是出埃及三个月了 接下去他们在 旷野流浪的时候 可能半年一年 那这些的祭司 是亲身经历 他们亲眼看见 上帝怎么样打击埃及 甚至后来把他埃及的军队 葬身在红海里面 他还想到 那一个出埃及的经验 是羊的血 就是因为羊的血 在我们的门框跟门楣上 这个也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没有在第二次 他们杀那个羊的血 再次再需要涂那个门里面 他们接下去来纪念 这个一月节的时候 不需要重复那个 把羊的血 涂抹在门框跟门楣上 所以这些 每一天早上起来 就要去执行 这个 这个 这个沙高羊献祭 然后当天傍晚 也要在沙高羊献祭 他每一次看到 这个血的时候 羊的血 他就马上想到 不久前 半年前 一年前 他们的门框 门楣上 就把我们在埃及 这么多年 维农 四百八成维农 可以出来了 这个羊的血 所带来 那个最强大 最强大的力量 这个刚刚 发生不久 这些祭司在执行 他们每一天 献祭的任务里面 不是很久的事 我想 每逢 这个羊 被带到 这个祭司面前 被杀的时候 他要杀着羊的时候 他也 去做 也去执行 他每一次看到 那血的时候 他就感谢上帝 我们的民族 在埃及 维奴 四百八十年的时候 我们可以出来 因为 这个羊的血 看到这个羊的血 所以 我们现今 我们现在 我们信耶稣的 你每一次 拿这个饼跟杯的时候 你要回到两千年 那个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 你要 你要 默想回到 那个 被杀的高粱 那我过去呢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都花时间放在 哥林哥前书第十一章 保罗教导 这个我们 手伸残的时候 要做什么 他特别在那里提到 十一章 二十三到二十九节 然后呢 我就是过去 我在教育木会的时候 也常常用的 那我 最近这几年 手伸残 我也会想 这几段 那后期呢 是在七年开始的时候 我忘记是哪一个月 我就开始默想 这个 马太福音 第二十七章 第五十节到五十五十六吧 就是五十多节那里 就耶稣 他死的那一刻 这个发生七件神迹 耶稣死的时候 有七件神迹发生 你知道什么吗 第一件是什么 这个天昏地暗 那个时候三点的时候 是不会有 没有这样快天黑的 没有这样 天昏地暗 连那个大自然都要听到的话 黑暗降临 第二是什么 圣殿的曼子 列为两半 圣殿的曼子 不可能列的 这是很高 大很大 很厚的 第三呢 地震 就在耶稣死 瞧瞧那个时候 是地震 然后第四呢 石头崩裂 石头裂开 石头裂开 要多大的力量 然后第五呢 那个 魂木的门开了 那个大石头 大石好几个人 男大汉 要把他 封住的 那石头 这一滚开 然后里面的死人 从石里过 多有起来 第六个神迹 第七个是什么 你知道吗 是那个在下面 那个白夫长 他带领一百个钉兵 确保耶稣要被他 就是确保耶稣 这个执行 钉十字架的任务 要完成了 白夫长 是有一百个兵 是他管的 所以他出现的时候 就表示 当天是有一百个兵 在那里维持持续的 他在那里看 白夫长看到 说这真是上帝的儿子 那我相信这一句话 就后来他们有去研究说 这个白夫长 后来是信主了 七个 那个天昏地暗的时候 耶稣的 上帝的独生子 挂在木头上的时候 死的那一刻 七个神迹 所以我现在 我每一次 自己守圣残的时候 我就会 我就会把自己带回到 我说 是啊 耶稣死了 但是耶稣死的时候 发生七件神迹 死了的时候 就好像完了 没有了 在没有的时候 也还有七件神迹 正在进行着 所以我们现在 当今我们一提到 耶稣的血 我们讲高羊的血的时候 耶稣的血的时候 是谁的血 是上帝独生子的血的时候 是上帝的爱子的血的时候 那我们的灵里面 应该有感受到 一种无限能力的 同在的那一种的感受的 所以现在呢 我们如果回想起 守圣残的时候 不要只是看那个 杯跟饼吧 你要回到两千年前 当时的以色列人 他们回到那个 出埃及的那一幕 他要想到那一幕 所以上帝独生的爱子 死在十字架上的情景 这个历史的事 已经发生了的 这两千年来呢 有多少千千万万的经历 这个十字架 所彰显无限的力量呢 所以我们看 这希伯来书怎么讲 他就开始做比较 他说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 做了将来美食的大祭司 经过那更大 更全备的藏目 不是人手所造的 也不属服这世界 并且不用山羊跟牛堵的血 乃是用自己的血 看到吗 只一次进入圣所 成了永久赎罪的事 如果山羊和公羊的血 和母牛堵的灰 撒在不绝的身上 赏可以成圣 身体洁净 当时他们是凭信心 用这个羊羔的血 上帝真的是赦免他们的 可以想象当时以色列人 他们在等候那个晚上 他们已经把这个血涂抹在门框门楣上的时候 他们要凭信心 就算他们怎样担心都好 天使不会跑进来 查看你担不担心 他就在外面看那个血罢了的 你担心也是白担心的 你看我的孩子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你一直看着你的长子也没有被杀 不用看的 你一直看他也不会被杀 你不看他也不会被杀 你担心他也不会被杀 你不担心他也不会被杀 因为天使是看外面门的那个血的 不是进来里面看看你的信心多大 没有 你就算没有信心在那边 孩子很担心 他还怕整个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呢 你的孩子也不会被 长子不会被杀死的 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回顾那一幕 那个晚上的时候 那个血 那个羊的血 时候当然我们都知道 他们用这个杀宰 后来用这个羊的血来洁净 那何况他说 尚且这个高羊的血 都可以做这些 这些成圣跟洁净身体的事情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 将自己无暇无痴献给神 他的血气不能洗净你的心 除去你的一切死心 你的死心 使你们侍奉永生神吗 上帝的独生子 上帝的爱子 这个完全没有瑕疵的耶稣基督 借着永远的灵献上 所以耶稣所成就的救恩 远远超过那个在 他们出埃及 那个羊血身上 超过千千万万倍啊 你不用去想 所以我说 当我们想到这个 这个耶稣被杀 两千年的时候 我们的灵里面应该有那种感受到 一种的很强大 一种的圣灵给我们那种的力量 那种的力量 所以我们来到第五章 第十节的时候 看到我讲了 我让你看到 哇 你说他们准备好了吗 他们表面是真的准备好啊 领袖也有了 大家很同心啊 也经历过夜淡河的那种的神迹啊 也隔了礼啊 现在他们在计价平眼的时候 正月十四日晚上 你就会看 正月只有一年才会出现正月十四日 一年一次啊 这里的时候出现正月十四日 所以你会看到在整个 我就思想 哇 你说这么巧吗 来到这个已经在计价 已经进入这个夜淡河的地方 那上帝知道整个他们的这个时间表 所以他们要赶快过夜淡河 不能等 因为那个时候是水涨的 水涨的这么高 你等到他水位下的时候过 才不会淹死吗 你这个水涨这么高 跳下 抖下去的话 就已经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了 但是时间是上帝安排 他们平行走过去的时候 像第一批出于埃及的 他们过红海的时候 好像过那个洗礼这样 现在他们过夜淡河和洗礼这样 他们来到寄价 夜淡河西这里准备 要去剁取江南地之前 这里说正月十四日 时间看到安排的准准 正月十四日是什么时日 是守夜节的晚上来的 那耶稣一定要遵守这个律法书吗 对不对 这律法书不可理解 他每一天念陪念念的时候 念到一月十四号的时候 他知道那个是预约节 然后他们在什么 在耶利哥的平原 在这个季甲安宁 在耶利哥的平原的时候 就守这个预约节 守了预约节第二日呢 是了纳蒂的畜产 讲了三次 纳蒂的畜产 纳蒂的畜产 迦南地的畜产 他们守了地 因为之前到了那一天 他们在耶丹河冬的时候 还是继续吃 上帝给他们慢慢买 但是进入了这个 这个耶丹河之后呢 他们接下来的第二天呢 就吃了纳蒂的畜产 就已经表明他开始 表面已经说 你们已经开始可以得了 也是属于你们的 所以我们在 刚才我讲 这里这个1月十四日 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出埃及的之前 也就是那个晚上 他们也遵守 出埃及要去哪里 就是往迦南地去 对不对 他们这是他们的应许之地 现在他们 要正式夺取迦南地 各个这个城市的时候 城市的时候呢 他们守一夜节 你说这个巧合吗 不是巧合啦 我想我们人没有巧合的啦 3D的时间是最重要 他的安排准准 到一个地步呢 他们要开始准备 剁取这个耶利哥 最强大的城市之前呢 他们先什么呢 先守一夜节 那我们要回顾一下 这一批在 叶旦河西 在季甲 在叶旦河 这个平原的 这个地方 那些有谁 那至少我们可以分成 两大批的人 第一批呢 就是 在旷野出生的 所以旷野出生的呢 他们其实是没有经历 这个摘及的 他们没有看到 那一天晚上之后呢 他们浩浩荡荡两三百万的人 一起出发 往这个 迦南地去 所以有 大部分的 在旷野出生的 是没有这个经验的 后来我们都知道 他们后来 要举行的隔离 他们都没有时间 我不晓得是什么原因 总而言之 他们没有隔离 另外呢 圣经记载说 在旷野那一带 不幸的人死在旷野里面 除了加勒跟这个 耶稣有两个 那些二十岁以上的人 传不死在旷野 二十岁以下的人呢 没有死 所以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既甲 这个耶利哥平原这个地方呢 有那一些 从埃及出来的 那个时候他们还很小 他们还是年少 或者有些是儿童 有一些可能还是baby 可能不大懂 儿童可能还有一些的记忆力 年少的时候应该是很清楚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是属于最老的一辈 他们可能现在已经是五六十岁的了 就是最老的 所以他们有这个 这个出埃及 那个很宏伟的那个神迹发生 他们有亲身体验 但是在旷野处生那些 心里带的以前是没有这种经历 所以呢 在他们多取这个迦南地的 这个应许之地之前呢 他们要遵守 当他们遵守的时候 你看那些大部分 这些在埃及 在旷野处生的一定要问 为什么要遵守这些 因为对他们来讲可能是第一次 因为他们没有隔离 他们是不能遵守业界的 他们只能看罢了 他们不能吃羊羔的肉的 因为他们没有隔离 所以他们最多 他们的这些 他们那些有隔离的以色人可以做吧 他们不能的 所以他们可以讲说是会问 为什么要做这个 为什么要做 那些有曾经有出埃及经历 他们的祖先到了第四代 480年那个无法从埃及出来的那种情景 他们现在出来了 没有出来了 所以你看到吗 你看到那个历史 那个真理是何等何等的重要 所以他们要回顾这个救恩历史 虽然他们已经有领袖 有很同仙 有经历 但是这个救恩的历史 这个出埃及 这个历史是独一的 我在说是独一的 没有都repeat了的 因为那个涂抹在门框门门上的历史 也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没有他们没有再做了 接下去的一月节 不需要再做重复这个事情 所以一表这个一次献上那一次 永远的献上 就耶稣的生命 所以回顾这个救恩的历史 那个救恩的历史里面 这个夜节 这个夜节的重点是谁 刚才我读给你听吗 第十二章的时候 他说你们要把这个血 这个血作为一个记号 我见这血 是什么血 是羊的血 那个时候他是羊的血 羊的血 他看到这个血 就可以把在埃及维奴 四百八十年的 这个以色列的民族 一个民族 被奴隶四百八十年 然后他们可以出羊的血 都可以有这么大的力量 这个我们的预表 就旧约里面 这个撒旦透过 看得见的 埃及的帝国里面 努力了上帝的百姓 四百八十年 黑暗 他们不可能出来 完全没有 在没有任何的力量之下 上帝亲自把他们带出来 用羊的血 所以感谢主 那在这一次的 耶稣带你守这个月节的时候 我自己很快的给你 七个属灵的这个领受 那有些可能都听过了的 但有些还可以加强的 那我就用几分钟 快快的让给你看一下 第一个是什么 那一共有七个 这个我现在一个一个讲了 七个第一个呢 就是当他们看到这羊羔的血的时候呢 他们就问 现在这个羊羔的血 他宰杀了 这个血 那个经历过的 就要告诉谁呢 告诉这些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就是这个血了 就是这个血了 早在四十年前的时候 那个出埃及那一刻 就是这个羊羔的血 上帝的灭者没有灭我们了 没有灭 他代替了我们被杀 那我上次有讲过 这个很可能就 他们在埃及都拜很多 在埃及的偶像 但是他们现在有这个血 作为他们的代替 他们的罪 他们离开了 成功的离开埃及 这个血 这个血是使他们不被审判 他们得胜的原因 第二个 这个血呢 这个血是因为敌人 埃及人没有涂抹这个羊的血 因为他们没有听到这个消息 以色列没有告诉他们 他们也不知道 所以当时的这个埃及这么强大的 敌人都被审判 现在进入这个迦南地 迦南地算什么 迦南地怎么可以跟 这个埃及人比埃及大帝国 迦南地 虽然他们也很强大 当然比起以色列 他们强大是对的 但是呢 我们都知道 他们要相信上帝 必定给他们得胜的 上帝审判 都已经打败这么强大的基人 迦南地人应该可以打败 他们要有好像耶稣亚跟迦南的精神 所以他们有这样的想法 他们就 他们不是在依靠 他们有多伟大的领袖 不是依靠他们有多童心 不是依靠他们现今经历的 过一旦河的这种经历 乃是依靠什么呢 依靠这个羊羔的 再次看这个羊的血 我相信那祭司在每一次 在宰杀这个羊的时候 那特别 这祭司他们听到这个羊的血 能够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 代表这个无限的力量 上帝是全人 然后第三呢 提醒他们 因为他们已经走到这个江南地了 这40年在旷野的时候 我就说了 虽然他们天天叛逆 因为他们都很叛逆 都没有太大心情 但是上帝没有因为他们叛逆 就远离他们 那我上天有讲 天天献上的羊羔 还记得吗 这个羊羔 代表上帝说要与他们同住 与他们同在 所以祭司每一天献两只羊羔 早上一次 傍晚一次 就确保这个神的同在 没有离开过他们 所以的确上帝没有离开过他们 白天有这个云柱 夜间有火柱 在引导他们 所以这个生命记里面有提到 他们在旷野的时候 他们穿的鞋都没有破 他们吃 他们也 每一个人对我的吃 要水也有水 要食物也有食物 他们整个 你可以想象两三百万的人 在旷野这样 怎么样 这个不是两三千人 是两三百万人 每一三 三餐都成问题 那旷野的时候 我在六年前的时候 都有去那个在西乃旷野 现在的西乃旷野跟当时的 旷野是完全不一样 现在西乃旷野 有某一些地方是有住宅区的 现在有的 不过基本上都是旷野 就是没有东西的 就是山 就是马路 然后就很多石头 这样罢了的 就石头 高高烧山 小山 高山 你看的东西 也看不到有多少 没有 基本我都没有看到 那树林什么都没有的 要等到来到 好像一些小村庄 小地方有灯 那才有看到一些 那些绿色的东西 那过程中间是没有绿色的东西来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这个整个西乃旷 也是空空的 但是跟随上帝这条路是蒙福的 没有缺乏的 那第四呢 当他们在守这个一月节的时候 他们就会要吃七天的无教饼 这个无教饼代表圣洁 他们要在吉乃山已经跟上帝立业 成为祭司 金军的祭司圣洁的国民 他们一定要代表完全 他们要完全圣洁 要朝这个完全圣洁的路 没有这个圣洁的路呢 没有圣洁呢就出问题的 所以你看接下去 在第七章就发生什么事呢 雅干犯罪 在这个剁取这个耶利哥城之后呢 他们那些羊呢 他们要杀的羊 他们没有把他 雅干把他藏起来 后来就被刑罚 他全家都死 所以罪 罪的问题 接下去呢 那个苦菜表达一个 这一条是窄路 是没有不劳而获的 就是要去征战的 当他们明白这一条的路呢 是要去征战的路的时候 他们就不会被这个 欺骗的人来欺骗 你都知道这个故事了 接下去呢 他们在占领其他地方的时候呢 日头要停一直 要坚持到底 这个要持守下去 然后剁取其他迦南地的时候 耶稣亚年纪老迈的时候 开始吩咐他们所夺的地 他们每一个支派都要自己去做的 去完成这个任务的 第六呢 当他们在那里守这个一月节之后呢 他们知道上帝是 马上给他们看见的是 吃了迦南地的这个土产 第七呢 这里就给他们看到 上帝是他们全能的 这个战争主 是为他们征战的主来的 我们都看这旷野里面 他们有银柱火柱 后来我们发现银柱火柱背后 有有耶稣华的使者在引导 那个其实指向耶稣基督 所以这里呢 我们看到他们也知道 这场的战役呢 是谁在带领 所以当他们 吃完这个月节的羊羔之后呢 锁了完之后呢 就像去十三到十五节里面 我们快快用几分钟就讲完了 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那这里呢 我们看到 眼前呢 不是耶稣亚是他们的军队的元帅 而是谁呢 我们看下来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的 我们知道末期启示录 像这个耶稣亚基亚启示录 第一章就看到 这个耶稣以全副军装 站在七个金灯台中间 带领教会进入末期的属灵争战 所以在第十三到十五节里面呢 所以耶稣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 几目观看不料 有一个人手里拔出 有拔出来的刀已经拿出来了 他都还没有 对面站立 耶稣亚到他那里 问他说 你是帮助我们 那是帮助我们敌人呢 他回答说 不是的 我来效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耶稣亚一听到的时候 就明白过来是谁了 耶稣亚就夫妇下拜 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对耶稣亚说 把你脚上的铁脱下 因为你所占的是圣地 耶稣亚就造作行了 所以我们都知道 这个是旧约里面所指的 耶稣在肉身显现 像这个耶稣亚 他是带领他们进入 这个多取迦南地的 这个属灵的神 所以以色列我们做一个结论 以色列呢 他们 我们刚才看第五章 十到十二节里面 他们遵守这个一月节 去明白 前年上帝怎么样拯救他们 他们才进入迦南地 这个羔羊的血 是他们得救的这个记号 后来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出现 带领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 所以他们的确成功的 在这个羔羊军队带领之下 成功的进入迦南地 剁取迦南地 这个应许的地 成为他们永久的地 所以在耶稣亚整本书里面呢 基本上他们顺服就成功 他们不顺服就失败 在耶稣亚去世之前呢 如果你看耶稣亚 第二十四章的时候 他开始鼓励这一代 在他带领之下的以色列人呢 要继续敬拜跟侍奉 上帝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就回顾那个 这一段之前的这个历史里面 激励他们 上帝怎么样引导他们 剁取这个迦南地 所以我们呢 现今的我们 耶和华的军队元帅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他为我们的罪 高阳的血 为我们舍 他必然带领我们 这个是我们 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 但是我们现今的主耶稣 高阳的血 必然以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就是启示录第一章 我们都讲了很久了 我亲爱的一直讲 这个耶稣是我们军队的元帅 军队的元帅 军队的元帅 教会是他的身体 所以我们要 身体要跟头 接连起来 顺服耶稣 进入这个末期属灵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 看你是末期教会的 你一定要问耶稣 你要我做什么 那如果你跟我 读这个启示录这两年 我们已经教了两年了 那你就知道 很多这有关 怎么样跟随主耶稣 我们在耶稣带领之下 我相信我们可以 跟着启示录的导航 进入这个 最终耶稣要从天降临 在地上做王 所以感谢主 有启示录 我们为了使徒耶汉 领受这个启示录 给我们末期教会的 这个导航 所以感谢赞美主 好 那我就讲到这里 我就做一个接受祷告 如果你有问题 想要问的话 可以我们等一下就 给你们问题问 你们要什么补充的都可以 好 我们再来接受祷告 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主 您自己 透过 这个在 以色列人 在耶稣亚带领之下 准备 剁取迦南地的时候 你让他们有机会 在你的安排之下 守这个 预约节 重新的让他们看见 这一月节的 这个羊羔的血 是他们得救的记号 而我的主 我的上帝 我们这一群 在这个时代 二十一世纪的众生徒们 我们每逢要吃这个饼 跟喝这个杯的时候 我们就联想到 两千年前 耶稣在十字架上 死的那一刻 那一个七个神迹 奇事发生 是耶稣死的时刻 有七个神迹奇事发生 虽然我们人不在当时 但是我们可以 接着圣灵 可以回顾 可以深深感受到 这个耶稣基督 上帝的羔羊 耶稣的独生 上帝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 他的舍体 他的血 岂不能来 竭尽我们所有的罪 除去我们的死刑 是我们可以 侍奉永生什么 是的 感谢赞美主 谢谢主 耶稣为我们流的血 羔羊的血 我们可以得胜撒旦 因为羔羊的血 以致我们所见人的道 谁至已死 也不爱惜生命 哈利路亚 荣耀鬼给主 谢谢主 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 Amen 阿们 阿们 请不吝点赞美主